拼多多实战运营指南,让拼多多盈利更简单 你好,我是袁洋飞,欢迎收听我的牛气学堂精品课程 拼多多实战运营指南 上节课我们说到拼多多的内幕流量是拼多多流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说,内幕排序规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样才能拿到内幕流量 学完这节课你将明白两点 一,拼多多的内幕排序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 二,如何合理的拿到拼多多的内幕流量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内幕排名的最重要的三个纬度 我把它称之为权重的铁三角 它们分别是坑产,点击率,转化率 如果把排名比喻成一张考试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与数外 当平台商品数量比较少的时候 基本上只考,坑产,点击率,转化率 当平台商品多了以后呢 就会引入一个机会排名机制 淘宝称之为上下下权重 因为如果不引入这个规则 那么新品永远是没有机会去参加考试的 当平台体量再大一点的时候 那么考试科目就可能会变多 什么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 变态一点的还要考体育 比如说淘宝的排名考试规则就很多 评分,优位价值,收藏加构率,停留时间,访问深度 这些都是它考核项目之内的 但是呢,排名它是考总分的 有些孩子它偏科 与数外能考满分 所以哪怕它物理得了零分 它的排名依旧会不错 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上半年在淘宝玩坑厂 是可以玩出黑搜的 因为它分值很大 这个时候英语不好的同学就惨了 例如那些课单价低的 虽然点击率啊,转换率啊都高 但是总分还是低 其实呢,任何平台的排名机制都是大同小异 看平台各个发展阶段 各个时间节点它主要抓什么 那么该项目的权重就高 你只要看一看平台流量大的 排名高的商品是哪些 就能大肆分析出平台单前的策略是什么 现在是2018年7月 单前拼多多的内幕排序规则中 坑厂是权重最高的项目 那么拼多多是考核多久的坑厂呢 是30天还是7天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拼多多的坑厂权重排序 首先呢 坑厂影响最大的是最近一天坑厂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干上活动后 那天的内幕排名瞬间冲得很高 因为他拿到了最高的权重 就是一天权重 其次呢是三天权重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下了活动后的那两天 虽然没怎么卖 那排名没有一次性掉光 而是等到第四天才开始狂掉 接下来是最近三小时权重 这个是我根据数据后台的排名波动 估算出来的 它有可能是四小时 也有可能是两小时 我估算出来大概是三小时 内幕排名白天是会变动几次的 而不是一天都不变 这个变动依据呢 是最近几小时你的坑厂提升做一个变动的 但是这个变动不会很大 大幅度的提升要等到你第二天系统排名更新 第二天排名更新时间一般是早上的十点样子 所以你们查排名的时候注意 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查是比较准确的 那再其次就是七天和三十天权重 这两个权重对排名影响其实相当的小了 那很多卖家朋友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看到有些宝贝销量才几百不到一千 它的内幕排名怎么可能会比销量几十万 几万的排名还要高呢 听完我刚刚讲的规则之后 相信大家应该知道了一个大概吧 很多卖家刚刚做拼多多的时候 看到那些销量几万几十万的 甚至三百万的心里可能就打鼓了 心想这怎么搞得过呢 其实不一定 因为刚刚也说过了 拼多多的内幕排序考核最重要的是 最近一天和最近三天的坑厂 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看几个销量低 但是内幕排名却很高的案例 并且我会告诉大家这是为什么原因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南庄啊 销量才几百 但是它的排名却比销量几千的还要高 我们用第三方工具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最近的销量成交 这两个南庄最近一天成交额特别高 可能是上了活动 也有可能是做了多多净宝 也有可能是其他方式 短时间内短时间内快速的提升销量 所以它的内幕排名也被快速的提升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更夸张的 才六十多个销量排在三级内幕的第二名 哎对了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位置啊 它是指动车位 那么它们为什么几十个销量能卡在这个 看 为什么它只有几十个销量能卡在内幕的第二名呢 我们要知道坑产的计算公式是销售量乘以客单价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销量高或者你的客单价高 都能做到高坑产 那么这个产品的客单价是一千五百八 而第一名的客单价是七十八 那么它卖一个 人家卖二十个 所以它只要很少量的销量就能拿到高坑产 从而拿到高排名的效果 说完这个案例 这两个案例 相信大家对拼多多的内幕排名规则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那这个时候 同学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疑问 内幕坑产一定要在内幕里面成交 才计算内幕坑产权重吗 实际上不是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内幕坑产的权重来源到底是什么 内幕权重其实就是每个成交入口的三家的总金额 就像有人问你 你们全家加起来是多重呢 你说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加起来是三百公斤 内幕坑产权重等于活动成交 内幕成交 搜索成交 关键词成交 分享成交 其他的成交 例如推广位和推荐位上的成交 总而言之 只要你成交了 不管你什么渠道成交的 都会被计算成这个内幕成交权重 但是这 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拼多多只计算有效成交 竞权重 其实每个平台都有两套系统 一套呢 是你看到的前端系统 一套系统是后端系统 例如你自己的销量 在拼多多上可能显示一万个 那么在小二后台那里 可能你只显示三千个销量 有七千个销量是被系统直接给过滤掉了 所以呢 很多同学在群里面问 为什么我明明成交那么多 但是排名却没有动静 甚至可能还往下掉了呢 现在我想大家心里应该就有答案了吧 刚刚说那么多规则 那么合理的 那么如何合理提高我们的内幕排名呢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几个 合理提高内幕排名的方法 这几个方法大家学了之后 马上就能实操去做的 首先我们在想着提高 怎么提高自己内幕排名之前 要学会抓住问题的重点 内幕权重的重点就是坑厂 坑厂坑厂 强调三遍坑厂 那么我之前在前面也讲过了 坑厂的计算公式是 成交量乘以客单价 所以在我们无法提高 成交量的情况下 需要提升的就是客单价 有些同学可能就会问了 那难道直接涨价吗 那肯定不是的 涨价是会掉转化率的 到时候成交量就掉下来了 那么如何提升我们的客单价呢 我们知道拼多多是没有套餐搭配功能的 但是很多产品是需要套餐搭配的 例如说买裤子需要搭配上衣 买钢化膜需要搭配手机壳 所以拼多多的SQ是允许你在套餐里 允许你在商品里面做套餐搭配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一点 在你的流量商品里面多设置几个套餐搭配 这样既能够给你提升坑产 也能提升你的利润率 麦当劳利润率最高的是套餐 因为可乐和薯条它是不值钱的 我们设置套餐的时候也要聪明一点 套餐是依据一个叫做 关联相关和互补相关的两个原则 例如刚刚说的手机壳加钢化膜 甚至是加数据线都是关联相关 垃圾桶加垃圾袋就算互不相关 那你搭配的东西是要让客户觉得我顺手带回去 是非常合适它的 而且它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套餐的优惠 那么没有办法做关联搭配的产品 怎么办呢 那就设置多买多优惠了 例如你说纸巾吧 这种日常消耗品 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 买10包和买20包区别不大的 那么对于你而言区别就大了 因为你不仅能够快速的提升你的坑产 更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快递是有手中价的 不管你多中 只要在手中范围之内 你的运费都是一样的 方式有很多 例如说买阿松一啊 买三松啊 这都是常见的方式 还有满多少减多少 满200减100满500减200 类似这种方式 如果上面两项你都没有办法去做的话 那就只剩下最后一项 加同类商品的高端产品 放进你的SQ用 例如我做电器的时候 做加湿器的时候 我会把机械版最便宜的可能49 进化版智能版都放进一个链接里面去 因为拼多多总体客单价虽然低 但是呢 总有客户有对产品有更高的要求的 我们就在SQ里面满足他们 自己呢也能获得更高的权重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今天主要讲了拼多多的内幕排名规则 和怎么利用 合理的去利用规则 提升自己的内幕排名 读懂拼多多 才能赚更多 我是言诺飞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你平时排名会遇到哪些问题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